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大家好,我是Ryu坤 今天是咱们祖国建国七十一周年 祝祖国 生日快乐 祝祖国凡人昌盛 不能说走在世界之间,以咱们中国的水平吧 不称吧,世界吧 只能说是永远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世界的代表 所以祝祖国凡人昌盛 祝祖国在以后的日子里 科技发达,光科技,赶快找出 赶快有自己的芯片,得科技力量更进一步 威女上学去了,我儿子在睡觉 所以这会儿就我跟我老婆拍一下吧 我记得是去年七十周年的时候 看咱们中国那个大阅兵 看着各种各种武器,各种各样的导弹啊,飞机啊,堂克啊,之类的 看着自己,心血澎湃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觉到非常非常自豪 自豪 哎呦天,我不会说,普通话说不好 真的是感觉非常自豪 特别是 好了,我儿子,我儿子去闹,闹人了,让我老婆去抱着他 红红红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在看着各种各种武器,真的是感觉 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厉害了,还有包括今年新肺 然后咱们中国是在全世界最早把疫情控制住 然后最早复产的一个国家 然后疫苗也是在全世界中排列第一阵列的把疫苗 就是制作出来的一个国家吧 所以为咱们祖国感到自豪 希望咱们祖国在今后的日子也会更加繁荣富强 然后回想起刚来日本的时候就是怎么说走那个手续啊,都感觉特别顺利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 因为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外交强大的一个象征吧 世界都会平等,甚至尊敬对待咱们的国民的时候 就证明咱们已经特别强大了 所以证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在小的时候,在自己去办出国之前的时候 听出国国特别难,要办这办哪怕等,还有面试,还有怎么怎么弄了 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手续全部都简单化了 咱们国家已经开始就是,面签的国家也在增加 证明咱们国家的外交已经很强大了 刚才说的疫情这事,然后就是咱们中国疫情控制的真的很好 做的真不错,疫苗是在生物科技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但因为事实难料吧 我本来是打算,我儿子出生的时候让我妈来 就是在那刚开始的月子,一个月两个月 让我妈过来看看,见见她大胖孙子 结果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妈也没来成 然后,我们打算就是过一段时间,明年四月份或者五月份 等我儿子一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再回国呢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疫情的原因,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状况 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吧 事实难料,没办法说 我这个人不太善于就是那种比较书面的表达吧 我是只有真心的 我和我老婆还有我们一家人,再次祝咱们中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前那个,控制住了吧 就是回去的时候,工在割离的时候 带着我儿子,带着我闺女 因为我闺女回去的时候才一岁多 她有很多事记不得,然后我儿子还是特别小 等她们让她们,多带她们回国看一下 回国转转 让她们知道咱们祖国的强大 让她们见识到咱们祖国的文明的发展 让她见识到中国科技的力量 让她们,让我老婆 也拥有咱们中国的微信支付啊,手机支付这个便利的方式吧 因为在日本很少的 还有就是,再让我老婆看看那个 有很多就是那个外卖啊 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些购物习惯 因为在日本就是完全感受不到 科技带来的那种感觉 除了电器之外 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拜拜 叮叮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